她在冷宫里边被关了30年 死了以后8年才被人发现 死之前呢是眼睛都哭瞎了 史上最惨的一个女人没有自一 她的老公是皇帝 儿子是皇帝 孙子还是皇帝 16岁的一次偶遇 彻底毁掉了她的人生 她是谁呢 她就是王公妃 一开始啊她只是一个小宫女 13岁的时候呢伺候李太后 有一次啊皇帝朱玉军 去给老太后啊请安 期间喝了点小酒 她就上头了 看到这个小姑娘长得挺好看 当时一冲动就把小姑娘给临幸了 等酒醒之后呢 这万历皇帝啊肠子都毁清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是我妈妈身边的小宫女啊 传出去 这个宫女身份这么卑微 让皇帝这脸是忘哪哥呀 然后她就给这小宫女啊 一条钱财 让她千万别说出去 可怜的小宫女当时是害怕极了 但是没想到啊 这小宫女她一次就怀孕了 肚子呢更是一天比一天的大了起来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遮挡的程度 这太后啊最终还是发现了不对劲 就问她说你这肚子怎么回事 小姑娘是支支吾吾的 不敢说呀 后来迫于太后的压力 这小姑娘一边说一边哭 就把这事给说了出来 这李太后一听啊 气的是不行 就让人赶紧去把朱义军 你给我叫过来 你看看你干的什么好事 啊这个人都怀孕了 你怎么都不说一声啊 这可是咱们皇家的子嗣啊 没想到这万历皇帝呀 压根就不承认 她说这事不是我干的 跟我没有关系 当时李太后啊就气得不行 立马派人呢 去查了皇帝的饮食起居 上边清清楚楚的记载着 某年某月某时某分 这皇帝呀上哪了 在哪待了多长时间 后来几点钟到了这里 皇帝一看隐瞒不下去了 这才委屈的跟太后说 她只是一个宫女 身份过于卑贱 我可是皇帝 这个时候李太后一听 更加生气了 你妈我当年也是一宫女 难不成我也卑贱不成 你要是嫌她身份不好 那你又给她一个位分 不就完了吗 于是啊 她就给小宫女 封了一个王公妃 但是都说母平子贵 你们大家知道 后来结果是如何呢 我每天早上都直播 大家来我直播间 听我讲故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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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